鄉親輔助兄弟 今天大家晚安 臺灣漸漸進入了勝訴 七個月不夠 我們的立法院臨時委也開刷 十二年國教 這個問題很大 但是他今天 照常要自己過關 留下來的問題 也有很多 我們這裡拆下去 各位介紹現場市議員 第一位 我們的政調高雄 羅志正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 資深媒體人 我們的翁水町 大家好 港官媒體人 我們的王世綺 主持人 大家好 還有 資深媒體人 我們的鍾蓉晃 主持人 各位用心 大家好 七 今天是立法院臨時會首位一天 究竟他們拿出了什麼樣的成績單 我們來看看下面的報導 十二年國教 不常促上路 過滿十二年國教 藏鼠上路 原本打算 看一席抗議的台聯黨團 在運會開始前 發動投席 霸戰主席台 寡國敵眾 才不到三分鐘 還連三位立委就被國民黨的委員 聯波帶拉 架了出去 但不滿十二年國教修法的 還有新民黨團 國民黨政府 見風轉舵 區區二十五億 一個國家區區二十五億 可以把國家的誠信 完全摧毀 綠營最後選擇和藍營進行表決大戰 除了朝野目前已經有共識的 包括先免試再特色招生 以及免試執生的比例入法部分 還有特色招生必須以竹校 竹班審查為原則 渴望順利三讀 另外較有爭議的部分 如果沒有意外 在藍營人數優勢下 應該同樣能三讀通過 其中高中免學費部分要採排部 也就是家務總所得 一百四十八萬元以下才能補助 另外免試入學的比例 將從百分之七十五到一百零八年為止 要逐年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五 而私校執生高中的比例部分 則是從百分之七十 逐年調降到百分之五十 十二年國教修法三讀過關後 明年將正式上路 但在多數家長對國教 還有疑慮的情況下 能不能順利實施 還是未知數 是 各位朋友顯然十二年國教對馬政府來講 一定要執行不關 是不是準備好了 政府的心態自政兇 就是這個樣子 我的政績我管你好壞 管你反彈多少 管你多少的漏洞 我就是要端上去 為什麼我的政績搬出來比較重要 坦白講這個整個政策 或整個這個政策的宣誓是 馬英九在這個兩年前的元旦文稿裡面講說 要推動十二年國教 雖然之前討論很多 但真正拍板定下的是馬英九 然後接下來兩年之後 事實上當年入學的新生 九十九年入學新生 就開始預期在三年後 就要推動這個所謂國民基本教育 所以他們所做的這樣準備 都是為了那個三年後要入學做的準備 所以你這時候往後推 因為的確有很大的困難 可是我們就要問個問題 兩年前馬英九要做這個決策的時候 他說了什麼 他說完全免費入學 這有沒有跳票 跳票啦 他說一百年部分免費 到了一百零三年是全部免費 對啊 那可見是跳票的嘛 而且更重要差很多錢嗎 25億啊 如果這個政所稅不是這樣 被馬英九折騰一下的話 我們省了五百億 五百億可以讓這25億 20年 至少20年的學生 這個所謂25億都不成問題嘛 所以整個馬英九政府 在推動這個政策的時候 要嘛就當初做決策的時候 是很倉促的 要嘛過去兩年幾乎是原地打轉 沒有認真思考他面臨的問題 否則怎麼到了最後 今年端午節他突然決定要排富呢 而且我們特別強調一下 他不是國民義務教育 他是國民基本教育 什麼意思 義務就是你一定要上入學 可是事實上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包裝啦 他是國民基本教育的意思就是說 後面我給你補助 盡量鼓勵 他是非義務的 換句話說不會強迫入學 所以坦白講他整個政策裡面 很多說不清楚 已經改的 認不出來他的原來的樣貌 對 沒有錯 如果你是義務教育就是強迫入學 肯定叫基本教育 那基本教育當然就是所謂補助的問題 義務是完全免費嘛 那事實上也不叫排富啦 應該這樣講說 你什麼標準以下我願意補助嘛 可是一開始這個名詞 就被誤用之後 整個政府也跟著跑 跟著用排富這個字眼在跑 所以整個政府到目前為止 還是荒腔走板 我們這家學校教育 就是我自己一種感覺 就是說什麼都可以實驗 學生的未來 孩子的未來 不能實驗 你看伯伯姬這個招生 也是隨便實驗啦 那結果那一學院就被犧牲啦 沒錯 那現在十二年國教 明年就要上路了 如果不趕快做好配套的話 我擔心又有一批的學員 可能會被犧牲掉 是 隨著 這麼重要的事情 他在臨時會上月一天 自己過去 這標示什麼意思 你有兩個孩子你最知道 沒錯 而且其中一個明年就是 第一批的十二年國教的 百老鼠實驗品 是 所以我非常的不滿 為什麼呢 剛剛這個羅教授說到 真的問題 我覺得錢的問題 經費的問題根本就不是理由 為什麼 你發消費券的話 八百億啊 是嗎 二十年 什麼排富二十年 戳戳有餘啦 好啦 不要講那麼遠啦 講到昨天就好了啦 兩岸福貿協議說 怕衝擊到本土 已經準備好了九百五十二億 裡面拿二十五億出來 不是就解決了嗎 是 很奇怪 你解決那些東西你都有錢 那你現在區區二十五億 你就一定要什麼排 也不要說排富啦 兩岸要說 一百四十八萬醫生家庭 你就一定要付學費 十二年國教的兩個最重要的精神 一個就是免學費 你已經破口那個假的嘛 你只要 只要你弄個什麼排富條款 就是假的 因為你訴求就是免學費 教育還分階級 教育還分收入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免試入學 也是假的嘛 免試入學 你現在本來我們的意思本來是說春風話語 所有人不用再不用再聯考啦 不用再什麼學測機測 你一大堆都有 大家進來讀書這樣OK啦 你兩個人破口啦 明年不是要考會考嗎 對不對 大會考嗎 我到現在我的年份女兒 你到底要怎麼樣 我都不知道 身為家長的很多像我一樣 我說坦白的 我們在這裡忘了有什麼說 你有在調 有兩里 尤其是你環境還可以啦 絕對要讓你去補習嘛 英文售學 發學什麼的 全部都去補習 因為我不知道這到底要怎麼搞嘛 然後呢 可以做的服務 勞動服務啦 志工啦 阿伯要過賣囉 紅手的對不對 不能幫人唱到 能夠寄子之家講 能夠代表去參加什麼 前三名的生命王哥哥 我不知道到時候超而比 到底什麼BCA的東西 這些真的是我們所謂的教改 改成這個樣子的真實的目的嗎 所以雖然12年國教修法過關 各位朋友 但是很明顯 政府從總統一直到教育部長 都沒有準備好 那民進的反彈呢 更沒有因此平息 我們基層教師 他是怎麼來看待12年的國教呢 我們來看看下面這一次報道 圓榮定策建安閒 國教將行12年 反對12年國教 郭曉老師吳俊男寫詩批政府 沒想到政府竟然頒獎給他 我覺得讀書人也是要有自己的骨氣 要把自己心中真實的想法 要把它寫出來 那時候在寫創作的時候 我其實也有考慮到 或許會因為批評政府 所以不會得獎 結果卻是出乎我的意料 居然還拿了第一名 貨頒台北市文學獎首獎的詩 叫做《京城秋懷八首》 內容都在針扁時事 其中第三首批的就是12年國教 大概的意思是 政府訂12年國教引發爭議 本想減輕學生壓力 但人在壓力下才能成長 不該一昧學外國的教育政策 圓榮定策就是我們的總統 制定的這個政策 那就好像劍已經在弦上不得不發 硬要推行的話 我覺得對整體教育是有傷害的 不如私屬孝先賢 最主要是想表達說 如果要推行12年國教的話 那倒不如我們來推行獨行教育 這首反國教的七言律師 在台北捷運跟公車上都看得到 吳老師效法施大夫精神 敢言作詩投稿 備受民眾肯定 好 郭平我們就看得到這首詩是這樣 這文章是詩所以研製 就是詩跟你的 你心來所想的跟社會有沒有一個連結關係 有喔 我們再看一下 這是反12年國教師 作者叫做吳俊然是一個老孫 袁榮定策建安賢剛才說了 袁榮就是主帥總統 你派盤定案了 建在弦上馬上就要發了 國教十二年要做下去 海內畫欄四槌所 全國都議論紛紛 四槌所就是有在用腦袋的人 整個非常的喪氣 為什麼 圖前因應霧迷天 這如果時薪下去 整個臺灣的監督看起來黑暗暗 好像霧迷了天 跟老分不出方向往哪裡走 這句話也很猜疑 其松本是維牙或者維埃村 就是那種長得非常特異的松樹 他本來就是要知道嗎 長在陡峭的懸崖的旁邊 這樣其松對懸崖 有維牙才會有其松 後面這句話更有意思 焦草起因瘟事圈 如果你是一隻焦草 難道只給你一個瘟事 你就會長得非常好 非常棒嗎 馬英九聽了可能會很不高興 學步他幫中得害 不如私塾孝先賢 這意思就是說你如果不去考慮 到底為什麼這麼做 沒有任何的配套跟準備 你只是說 別人都這樣做 美國都這樣做 我們也這樣做 最後是沒有力反核毒害 不如私塾孝先賢 他本來意思是說 那不如拿這個時間打開來讀金 不過當然除了讀金以外 異數求衷 你原來的公平 說不定在這裡反而被破壞掉了 我想請教一下 志正兄 託信 我覺得很出名 可是他這一首詩裡面 是用來爭辯時事 怎麼解讀這個 我很擔心這個老師過兩天交易局 會不會對他有什麼動作 第二個就是我們看捷運站也好 公車站牌也好 這個詩過兩天還在不在 就是馬英九事實上是最討厭人家 對他有任何批評的 所以他容不下任何沙子的情況之下 那我擔心就是說這個老師 他未來這個在學校的這種討記也好 或者說這個相關的著作 就是有沒有撤回他的得獎 當很多人在說馬英九無能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寫焦草 紫英 溫世權 我眼袋這兩天就要割掉了 不過坦白講 作為一個老師 他是教育的第一線 他比任何人感受12年國家 對未來他們在第一線所看到的問題 跟面來出現問題 他們感受是最深的 所以我想這個老師他能夠寫出這張詩 絕對是有很大的感觸 我相信他在寫這詩的時候 也會想到 如果這個詩如果真的被公佈或怎麼樣 他會不會有這種壓力 可是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坦白講這兩天我們碰到很多 這個高中老師 或者說國中老師 他們都有同樣的憂慮 當這個政府沒有做好相關的準備 跟配套就倉促上路的時候 他們真的很擔心 在第一線他們怎麼辦 我舉個例子 最簡單的 有老師在問我 他們到時候要印多少 不同類型的註冊單 是 對不對 很多種 補助的標準不一樣 然後這個學生他拿紅色 那是拿黃色的 他如果想我是沒錢的時候 拿普通顏色的 然後他紅色的是比較有錢的 排富的 那個學生怎麼拿 還私下用信封派裝起來 自己拿回家不能拿出來看 我如果是馬英九的時候 這時候是寫得好 大家都在笑 安倍晉三有三件 對 我這一件就在這裡面 對不對 這邊有寫的 叫做主圓榮策 圓榮定策 叫做賤安寫 我有一件 所以你可以用好件 對不對 我現在擔心的倒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老師 我擔心的是評審 就是說評審在審這個的時候 他到底知不知道他諷刺的 可能是馬英九你知道嗎 所以以從這個施作 如果你是針對他所寫的 你把它審 那我覺得不錯 評審跟台北財政局叫起來好 如果明後天我們看不見 那我們就知道了 那就又是一個馬屁文化了 好 來 各位朋友 祖國這一位老師 他的看法真的符合民間的想法 那麼我們想請教一下 馬英九你們真的要硬幹下去嗎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後來繼續 謝謝 立委們就趁著修會期間返回選區 或者去出國考察 可是不用到立法院備詢的 馬政府的官員 他究竟可以趁著立院修會 這個時間做些什麼呢 我們來了解一下 這邊孟州宮那邊猛點頭 尚從馬總統下到各部會首長 常常在鏡頭前被媒體拍到 不小心打瞌睡的畫面 讓大家不禁想問問 你們累了嗎 一到週休假日 行政院長江儀化到處下鄉視察 2月18號接下院長以來 也只有女兒高中畢業時 請假出席畢業典禮 其餘無休 院長帶頭衝震機 部會首長們 誰敢輕易請假 行程台灣的官員們 幾乎全年無休的奇景 政務官跟一般的公務員 更是差很大 政務官立假日加班 就沒得補假 公務員可以算加班補假 至於工作滿一年之後的特休假 政務官要休假得院長同意 公務員依照正常的程序 就可以休假放鬆一下 就怕首長們一個一個過勞 將一塊在院會上下令 趁著立法院休會期間 要官員們趕快休假 所以院長特別強調他希望他在立法院會期當中 對於首長的休假計畫當然是比較嚴格的要求 但是在休假期間凡是想要休假的首長都可以放心的提出申請 院長說他一定會批准 希望大家能夠養足精神在上路工作效率會更好 對國家也更有幫助 院長下達休假令大家可不敢不聽話 其實我每個週休二日都在休假 只要沒有會我都在家休息 我跑行程就當作休假 我坐高鐵跑行程的時候 我在高鐵上就在欣賞車外的風景 就心情上調整就是休假了 頭腦要清楚嘛 要維持很好的體力來做很多事情 所以說能夠怎麼樣把工作的安排做得更好 讓他也有一點時間做一些深入的思考 我想這個也是重要的 官員們總算有機會可以好好休個假 只是現在馬政府民調低 經濟成績滿江洪 這種情況下不是官員們休得安心嗎 各位朋友 好 江葵要他的這些政務官員去休 我想請教的事情 行政院只為立法院存在 立法院休息他們就跟著休息 對啊 這樣看起來好像就是立法院有開會的時候 他們就這樣趕快上班 然後立法院就休會 我們大家就一起放 就整個政府呈現一個休假狀態 不過其實我今天一剛開始聽到這個 江一話說下達休假令 剛開始我還有點開心說 啊 他們難道要放無薪假嗎 說如果官員願意去放無薪假的話 其實我是蠻開心的 因為你們啊 如果不放假在那邊上班 一天到晚忙的事情也都是突襲人民 就是說你有太多的政策人民就覺得哇你幹嘛要這樣突襲我 正所說一個典型的例子 今天的12年國教是不是一個例子 福茂協議簽訂是不是一個血 是不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就是你們上班你們在忙 然後結果搞得人民更麻煩 就是我們的麻煩更多 還不如你們好好的去放假 去然後去休個無薪假 你們也可以好好的睡覺 就不用在鏡頭前面打瞌睡 然後我們也可以省下納稅錢 不過我回過頭來講說 你要休假你就你就死底下就去休就好 這件事你不需要大張旗鼓拿出來講 因為有多少的人是沒辦法休假的 就很多人是做工他做一天他才有錢領 說他今天休假他就沒錢領 他可能今天就沒有錢去買便當 所以講這種話 就是你一定要貼近人民 就是你完全沒有在管現在人民的生活是怎樣 完全沒有在管苦民所苦 好啊休假 誰真的敢休假 其實也只有公務員真的敢休假 就規定了很多假 譬如說這樣隨便舉個例子 育嬰假誰敢休 只有公務員敢休假 就一般的勞工敢不敢休這個假 完全不敢休啊 所以當政府的高官講出這種 啊大家趕快去休假的時候 我覺得啦 就是你要多少衡量一下 現在是什麼樣子的經濟情況 現在的人民是在過怎樣子的生活 可不可以跟我們的心情稍微貼近一點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 你們能不能保證說 你們這一群人休完假回來 表現會比之前更好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大問題 如果你們大家都休了假之後 回來表現跟之前一樣 一天都晚的突襲人民的話 我覺得真的更大的災難 我聽說很多人在抱怨 因為不休假 他國民卡都沒有地方可以用 也沒有時間可以花 可是一般人是沒有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一個 這個人叫蔡德勝 國安局的局長 國安部昨天舉行將官晉升典禮 馬總統立會來訓勉 但是國安會秘書長袁建森 國安局局長蔡德勝遭瞌睡從索擾 頻頻以搓臉等動作來提升 因為蔡德勝已經不是第一次 連續兩次在降官禁任典禮中打瞌睡 叫媒體拍到 國安局為他解釋說蔡德勝可能是國安事務繁忙 什麼理由在打瞌睡 不是打瞌睡 當時是在沉思國安事務 並沒有睡覺 兩句話 他沒有在睡覺 我們看這張圖沉思得非常非常的 進入狀況 對 我真的要幫蔡德勝講一下話 他不是真的想睡覺 是因為馬英九講話太無聊 只好睡覺 免得浪費生命 我覺得官員打瞌睡難免的 看起來我們的政府官員 只有很辛苦 我也相信他們是很辛苦的 可是大家去想一個問題 如果你們做得這麼辛苦 可是你們的施政滿意度那麼差 經濟表現成績那麼差 人民生活過得那麼辛苦 那就代表你們的能力有問題 就像一個學生 他每天讀書讀二十個小時 每天只睡四個小時 可是考試就是考不好 那代表他不適合 可能不適合讀這個科系 或是去走考試這條路 同樣道理我們的官員那麼辛苦 每個都在打瞌睡 從總統到官員睡成一片 國睡 對 真的是睡成一片 我來讀一下這個好了 其實這個只是鬥點的地方出了問題 剛剛國安局應該是做這樣子 很久執政之下蔡德勝當時是在沉思 國安事務並沒有那就睡覺 因為中國勞工都要來啦 白領階級都要來啦 還有什麼國安事務 蔡德勝想說反正我也管不了算了我乾脆不要管那就去睡覺 當然當然人都希望休息 人都需要休息 我也不反對我們政府 政府國安時這我們的總統 我也好幾次跟你說 你就好好去休個假 你放個三天 放了一個禮拜的假 都不要管事情 可是大家想想看 我今天中午看到一個 讓我覺得很鼻酸的畫面 今天中午臺北是三十六點七度 創下今年入夏以來最高溫 頭中島那是多熱你知道嗎 剛好我們家附近有一個這個建築工地 中午的時候 大概十二點多 我經過的時候 剛好工人已經結束上午的工作 在吃完便當準備要休息 可是他們在哪裡休息 他們能在哪裡休息 不要說吹冷氣 他們想都不敢想 馬英九你還可以在冷氣房裡面打瞌睡 這些工人怎麼辦呢 躲在旁邊的那個很不 大概只有一公尺高的行道 因為還是小樹苗嘛 有一點點陰影 然後拿個紙板 把自己的眼睛蓋住 不要讓太陽直射 就這樣在那邊睡午覺 這個是臺灣勞工的生活 我相信臺灣大多數的勞工 是過這樣子的生活 好 六甘朋友說 沒關係 我辛苦 我這時候賺一點錢 車庄 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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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我們前幾天講過 實質薪資所得倒退回十六年前 我們的物價越來越高 我們的勞工薪水越來越低 過勞死 超時工作比例 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這些人不想休假嗎 想啊 今天如果我是一個政務官 我是總統 我是行政議長 在這些人沒有辦法休息之前 我根本不敢休息 因為你的責任 政府的責任是什麼 政府的責任就是讓人民可以安居樂業 這時候你聽起來很簡單 可是做起來很困難 當你你所管轄的人民 或是你所服務的人民 他都沒有辦法安居樂業的時候 他有一餐沒一餐的時候 他的工作時數超過 他可能過勞時的時候 你政府官員還有什麼臉去休假 但是如果你們要放無薪假 我是股掌贊成的 最好放到二零一六年都不要回來 不要回來 可能對台灣好一點 對 可能會好 是 不要說吃飯有辦法沒有了 再過幾天就是暑假 立法院休會 行政院的政務官也準備休假去了 但是尋常的小老百姓呢 這些老百姓有些人可能連住在哪裡 都會發生問題 我們來看看下面這一則報導 地方可以做這樣的事 署長不要走 署長不要走 我要跟你們講 不要走 不要走 農民緊緊拉住營建署長的手 其他人趕緊衝上來 把他團團圍住 苗栗大埔農民再度北上抗議 沒想到接收陳情書的署長 話還沒說完 就想走人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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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使承諾 警方一一架開農民 用優勢警力护送署長離開 火氣這麼大全是因為 三年前 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毅 承諾大埔原屋原地保留 不過前幾天 苗栗縣政府 卻打了中央一巴掌 下令7月5號前 要最後四戶自行拆遷 7月5號 拆不拆 拆不拆 這不是我能夠回答的 這不是你中央 沒有你中央都不拆了 温庸的首長既然可以臨持中央政府致辭 眼看老家就要毀了 農民也忍不住留下男兒淚 我媽為了徵受案已經過世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房子拆掉的話 你就是已經造成我家破人亡 人已經亡了 就過去了 不要再家破了 輪不了 妳這7人太甚了 這個國家真的 你知道我6坪我都不能生存下棋 我跟你講你6坪都不能留下我 我就跟你拼 我也不要命了 中央政府兩手一攤 大埔農民求救無門 只好轉換陣地到總統府要求吳敦義賣北菜 兌現當初承諾 好 我們行政行政要求今晚好好去休息 但是這些農民我們看一下 苗栗大埔事件屆滿三年 苗栗縣府最近發函要求大埔市委未拆戶 在7月5號之前自行拆戶 否則將動用公權力 為此大埔自就位今天赴政院去抗議 怒轟前葛葛吳敦義 江葛 還有前總統府秘書長林中生 林北菜 違反的承諾 之後他們又轉往總統府去陳情 我們來看後面這一個 結果今天出面接見抗議居民的 營建署副署長徐文龍 面對自就位成員提問的時候 說人家問你 為什麼政府沒有辦法信所承諾 徐文龍怎麼說 都委會已經盡最大努力了 我們依法行政 要請苗栗縣政府來考量 這些苗栗縣政府的職權 中央有中央的職權 地坑有地坑的職權 我不能侵犯地方職權 請問一下延晃 不能侵犯地方職權 人民的人權就可以侵犯 講到這個案 我真的心情很沉重 我因為這個案被告 被劉振宏告 當然現在都沒事了 當時我們還有很多的好朋友 都一起被劉振宏告 當時這個案子 是我最早把這個事情 讓他在大眾媒體上面曝光 這四戶每一戶我都認識 我都跟他們見過面 也都跟他們談過話 其中那個張藥局 多可能他現在有什麼剩六坪 他們以前不是這麼小 是他們第一點太好了 因為剛好在兩條主要道路的交叉路口 所以他們家已經被徵收兩次了 而且前兩次徵收是一毛錢都沒有 一家人就沒有 政府說要開樓就把他開了 剩下六坪 他現在在賣 賣西藥 在養活一家人 你連六坪不留給人家 更可惡的是 當時劉振宏 在行政院長吳敦義的陪同之下 在行政院開記者會 公開向專攻人民 專攻農民 向神龍大帝道歉 說這個事情 他處理的不好 內政部都委會也做成決議 吳敦義自己出來開記者會 怎麼講 還地於民 這四個字我記得清清楚楚 還地於民 那為什麼這似乎你非猜不可 請你政府告訴我們 這似乎你為什麼非猜不可 那個朱先生 他的媽媽就是喝農藥 自殺的朱逢敏阿嬤 大埔有多少農民 因為這個事情得了憂鬱症 還有請精神科醫師去幫忙他們 多少人這三四年來 才是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 你知道他可能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立時男人出去吃頭 家裡都像男人 他們很擔心政府趁這個時候 趁家裡都是婦孺的時候 來拆房子 晚上男人回到家了 本來應該好好睡覺 不敢睡覺 因為怕晚上被突襲 半夜來拆 對 因為劉正宏幹過這個事情 他們這三年來是過這樣的日子 結果這四戶 請問苗栗縣政府 請問內政部都委會 他為什麼一定要拆 你告訴我 當時劉正宏給我們的理由是說 這個竹科竹南基地要擴建 是 鴻海要地 可是鴻海早在三年前就公開講過 我們現在不需要地 因為我的廠區夠了 我不需要地 那請問劉正宏 這個地要給誰 是 這個地要給誰嘛 你那個地方不是蓋工廠 大家不要誤會 以為徵收那個土地是拿來蓋工廠 錯了 那地方是蓋什麼 大家知道嗎 蓋廠辦 美其名叫廠辦 將來會不會變成高級住宅區 為什麼這似乎一定要拆 內政部都委會已經告訴我們說 不可以拆 行政院長吳敦毅說 還地於民 苗栗縣政府 你有這麼大嗎 你真的超越內政部 超越行政院嗎 我覺得吳敦毅 你如果想選二零一六的總統 明天你應該出來講話說 這是我當時行政院長 任內做的決議 你苗栗縣政府怎麼可以不遵守 劉正宏他當然不怕 因為要認知到美女就說他認滿了 他當然不怕 可是這些居民這四戶 你叫他們以後要去住哪裡 是 施琦 西方人在講 家是罪萬人的 家是他最後的堡壘 沒錯 現在連這個一點點破碎的家都保不了 而且對於人民來說 他當初拿到的是行政院長 白紙黑字給他們的承諾 所以對於人民來說 這是 這個東西就是政府對我的承諾 我沒有想到說政府竟然有一天就硬生生的 片面撕毀了這個承諾 就還是硬要拆我的房子 當初做承諾這些人 林中森 吳敦毅 通通都升官了 通通都升官 然後還是可以翻臉不認帳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人權問題 就是說你當時政府已經答應過我 可是你今天卻是完全不顧我 接下來要去住哪邊 我要如何生活 硬拆掉我的房子 他可以去打行政訴訟 而且他應該是會打贏的 因為他拿到的東西 是政府給予他的承諾 那但是現在他發現這個承諾 完全都是個屁啊 什麼都不是啊 那我覺得這個政府 讓人家痛心的地方說 他好像沒有一件事情是有在兌現的 他開出來的所有支票 所有承諾 通通都在跳票 包括這個人權保障最基本的 我要有居住的自由這一點 也都完全被破壞掉 而且就像剛剛年王講的 你告訴我們嘛 是哪一個廠商要這塊地 他要在這邊蓋 他要蓋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 其實那一塊 這一塊畫出來的竹科 根本很多廠商都沒有要進去 但是他根本就是空了 空了之後呢 為什麼還是硬要圈 很可能啦 大家都推測說 是不是地皮都已經炒起來了 所以我就硬沒辦法 我就一定要你們搬走 我就是要把這塊地圈起來 因為錢該拿的都已經拿了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苗栗縣政府 應該要出面說清楚 這塊地到底是誰要嘛 是 哪一個廠商要進來嘛 而且就是硬要這四家人 否則我覺得對於這些人民 是沒有完全沒有辦法可以交代 那你叫他們怎麼辦 他明天要去住哪邊 你會不會半夜 你會不會又跟上一次一樣 半夜偷偷跑去拆人家的房子 而且他那個是整個拆 然後整個農地把你剷平 就使得你完全處於一個 無法回復的狀態 他是全面性的破壞毀滅 所以你對於一輩子生活在那邊的人 你怎麼忍心看到自己的家 自己的土地是被一個怪手 這樣一切產品 然後你知道這輩子 你不會有一天看到他再回來 是 所以你看到這個新聞 你在回憶三年前 你就知道為什麼說柯震猛於虎 這種政府比老虎吃人更恐怖 是不是因為風頭過了就可以亂幹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憩一下 我們就要繼續 謝謝 好 各位朋友 立法院為今天開始 他要開始休會了 政府所長也在行政院將一化 一增進下準備要開始休假 不過台灣的經濟成長 似乎已經休假蠻長一段時間了 最新的經濟狀況如何 我們來了解一下 加油 我們剩下兩位消費者們 姚阿堯看誰撐得久 就能夠把這個比手掌還要大的 100盎司美國牛排帶回家 這兩盒相當於市價2600塊 也難怪每位參賽者都得賣力 看起來牛排回家可以煎好幾天 一起吃 全家一起吃 就很開心啊 因為不用錢就得到了 只要能夠省菜錢 婆婆媽媽全都樂翻天 另一旁的櫻桃競標 廝殺更激烈 700 700 800 1000 現場喊價很踴躍 因為這一大箱9公斤的櫻桃 全是空運來台 而且幾乎是對折架 就能夠整箱搬回家 當然啦 因為我覺得大概會有2000塊吧 搶到便宜 民眾樂開懷 畢竟時機實在很差 金建會公布 5月份金融消費和勞動市場指標穩定 生產和貿易面也逐漸改善 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 從4月份的17分增加到19分 不過卻是連續亮出第9個黃藍燈 創下了史上最長的復蘇等待期記錄 最近政府是大力在推動 短期的提振景氣措施 跟台商回台投資 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階段也即將啟動 總體來看的話 今年的經濟應該 渴望緩步復蘇 漸入佳境 儘管政府官員對未來景氣有信心 但是業者悶怕了推出夏季熱銷商品 還是得靠拼低價及優惠 大概會比市價在至少一到兩成以上 會去做比價嘛 有時候差那一兩塊 其實有時候那種感覺會不一樣 看來大環境不好 民眾荷包緊縮 哪裡有便宜 人潮就往哪裡去 各位朋友 江儀化之所以會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政務官都需要休息 都需要休假 他後面要傳達什麼訊息 就是我們都很辛苦 因為辛苦 所以需要休假 那我們看一下 那一些人不是要叫他們跳海嗎 哪一些人 這個標題叫做 心如止水 心水也心 去年調薪企業是史上第三嫂 主機總處今天公布的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一百零一年國內景氣復甦力道仍然是很弱的 使得全年工業及服務業有調升薪資的廠商 僅佔全體廠商多少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五點過 只高於九十七年的百分之十點九 跟九十八年的十一點九 其中全面調薪的廠商 更是只有百分之九點八連十都不到 為調薪的高達百分之八十三點八 心如止水之陣兄 他們能不能稍微思考一下 這一些壽星大眾的感想 其實剛才講說官員他說他們很辛苦 說要休假 坦白講人民過得比他們更辛苦 甚至非常痛苦在生活 剛才講調薪的幅度很低 其實不要忘了以為真的調薪之後 生活變得比較好 沒有 物價整個都上來了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帶頭 讓油電雙掌 所以這個調薪市場只是彌補了 因為政府造成的困難 造成這個物價上漲 所謂彌補而已 可更糟糕的是那些百分之八十幾 沒有調薪的人 隨著物價上漲之後 剛才大家已經提到了 等於是薪資退到十六千年的水準 換句話說 不僅過去十六年是白活了 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薪資過的水平比十六年前還要差 那怎麼辦 現在這兩天新聞還要講說 連烏斯港的物價都什麼 房價都上漲了 坦白講 現在房價上漲對人民來講不是好消息 因為越來越離買房子的時間越來越遠 更重要就是說這個政府還是沒有學到教訓 十月份電又要上漲 一定要漲 而且非漲不可 而且講說如果不漲的話 可能台電又會出問題 所以這個政府永遠搞不清楚 人民在這時候過得什麼痛苦 更重要 他倒是要找機會給人民 三口上還要再撒鹽 是 這個連旺兄 心如止水 這四句話 這四個字請問一下 馬總統跟江一旺 他們聽得懂嗎 他們聽不懂 因為他們有調薪 而且馬英九一調就調了一萬多 大家記不記得 公務員調了三趴 我不得又想起吳敦義 因為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當時幫公務員調薪 當時民進黨立委 甚至很多人說 政府就沒錢了 你要怎麼調薪水 他說沒關係 我們前一年有盈餘 我們國營 而且是從大家 表演是從國營事業的 超額盈餘來調薪 國營事業為什麼會有超額盈餘 給大家 因為那都是我們講的 電費 油 水 這些叫做國營事業 吳敦義當時還講了一句話 他說公務員調薪之後會帶動民間企業跟進也調薪 那時候我還記得 很多這個對馬英九很有禮貌的媒體 就開始開始做某某民間大企業也調薪 調薪多少 到底有沒有調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的統計數字 這個統計數字總不會假吧 百分之八十五的企業沒有調薪 那請問其他百分之十五的企業怎麼調薪呢 我告訴大家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在金融界上班 他說金融界怎麼調薪呢 很簡單 調薪嘛 假設你一個月原本領三萬 他把你的底薪降低 然後獎金拉高 調薪有沒有 有調薪 可是你獎金一個月能夠領到跟原來一樣的額度嗎 就很難講 還有很多調薪是怎麼樣 二零零八年碰到金融海嘯 很多人公司是跟員工講 我們大家共體時間 我們自動減薪 不過是在二零一零或二零一一的時候 把他調回原來的額度 可是帳面上做出來 你看調薪 所以有十五趴調薪 可是這十五趴裡面有多少 只不過是領回二零零八年 以前的薪水而已 可是數據上他叫做調薪 更何況還有八十五趴薪水是不動的 是 很多人在罵說 讓人民入不敷出 這款政府無能減少分授 說到分授 我們就要講一件事情 經濟不整齊 政府財政入不敷出 不過才智過人的馬政府 又有新點子了 是什麼新點子 我們來看看下面這一則報導 但是以後垃圾的收費方式可能要改了 防風署打算以秤重計費取代現行的垃圾費隨帶徵收 未來垃圾車後方會裝上電子秤重機 會顯示重量跟金額 民眾在意顯示的金額用悠遊卡付費 這麼一來不僅多了一道手續 垃圾費還可能比較貴 因為現行的五公升垃圾袋一個1.8塊 裝滿大約0.8公斤 但同一袋垃圾若秤重計費 以每公斤5塊錢計算 就要3塊9 等於是貴了一倍 經濟又不怎麼好 而且你說再加上這個 其實每一個家庭都有這種負擔 對 經濟上的負擔 太麻煩了 很不方便 總是佔很多時間啊 對啊 就這樣 就覺得排隊很麻煩 對啊 對啊 也麻煩啊 因為這個國外我們有發現 有這樣的例子 所以我們就想想看看這樣子說 評估這個可行性是如何 那我們會考慮到這個民眾的方便性 環保署認為 秤重計費比較符合公平原則 但倒個垃圾搞到要天天排隊秤重 而且還會變貴 也難怪會引起民眾這麼大的反彈 各位朋友 馬政府已經在休假了 可以沒事 只想出這種出席 我們看一下 垃圾你秤重收費 估 要貴一倍 我們就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這是一些 我們的民眾或者我們的人民 這邊拿的是悠遊卡 這邊拿的是垃圾 那為什麼不立刻丟 對不起 要先秤重 水長 真的是已經休假了嗎 沒有事情可以幹了嗎 有企業家批評我們台灣的官員 叫做不食人間煙火 從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是不食人間煙火 為什麼說秤重要多一倍 很簡單 我要要秤 我這麼一個垃圾車要很多秤 你看到一個全世界的世界奇觀 拚本搜的時間到了 隊伍這麼長 這個長龍 大家都在做什麼 大家在那裡秤 就好像秤說 這是一斤多 一斤多 對不對 拍檔鼓聲 然後你說 用一千塊 早錢做什麼 說怕到時候會不會有現金交易 會有弊端 全部用悠遊卡 對不對 夭壽 我要拚本書 敗得到我了 對不對 我悠遊卡不去找 去哪裡 不准倒垃圾 對不對 等下一次 悠遊卡準備好 再來倒垃圾 莫名其妙 我們不是說反對垃圾分類 這麼多縣市大家都在做 對不對 垃圾分類 垃圾減量 什麼有的沒的 你哭哭 你若是嫌疑這樣太燒 那你垃圾再加錢 我不客氣講就這樣 你有本事你垃圾再加錢 對不對 所以很多的事情是 與民為善 不是與民爭利 你弄錯了 你這樣的結果就是 製造困擾 所有人為了變成本書 要在那裡秤當秤金 然後製造更多的 為什麼 時間拖更長 然後製造整個的時間 整個整個效率都賣掉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錯誤 非常離譜 坐在冷氣房裡面思考 而沒有親自為老百姓 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 去思考了一個錯誤的決策 時期我可以想像 從現在開始 從馬政府的 馬總統一直到政府的官員 一出門 每一個人都會打量 這個人大概體重幾公斤 值不值得把他打包 對不對 不死人家英國 變成不死找人民麻煩 我覺得這個政府的施政主軸思考 就是以擾民 然後跟我們搶錢為主 否則誰會想出這麼天才的一個 收垃圾的辦法 就是完全是在實務上 是無法操作的 所以現在垃圾車 可能有些是六點多 在下班的時間來收的 然後有些可能是九點多 快十點那個時候 那如果有人是上一夜班的人 他這輩子都不用倒垃圾 因為他永遠也碰不到 晚上的垃圾車 帶去公司丟 好 六點鐘 你如果要去收垃圾 那個時候在下班 就是你如果在台北市 你要去丟六點多 那個梯次的垃圾的話 哇 你大概要等很久 因為整個都會大塞車 你應該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半個鐘頭之內 經過那個路段吧 如果是你在家裡 因為要秤錢 你在家裡會不會先秤 我當然會先秤 如果我在家秤兩公斤 然後到那邊秤2.1公斤 我說不對 我在家就秤兩公斤 你多收我0.1 然後我們就會在那邊爭議 然後就開始又浪費時間 然後如果我說我沒有優惠卡 我要付現金 我拿一千塊讓你找 所以請問我一個人倒垃圾 到底是要花你多少時間 你一天到底可以收多少家的垃圾 我覺得很懷疑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就是說你去看看 全世界各大城市 就芝加哥 倫敦 巴黎 紐約 東京 哪一個大城市 是按照你這樣子的方式 在收垃圾的 所以你就算要學國外的經驗 你可不可以找一個 比較值得學習的模範 所以水廢這種 這是一個比較科學的數據 所以你現在如果要秤重的話 還會造成另外一種效果 就你鼓勵外食 就逼大家出去吃飯 因為我都不要在家丟垃圾 那有錢的人是不是就可以 每天去吃外食 那如果沒辦法 我一家四口 我要自己煮比較省 我根本沒有錢 就每餐都一家四口 出去外面吃的話 那怎麼辦 那是不是造成更大的階級對立 不公平 就越窮的人 反而要付更多的垃圾費 這公平嗎 是 所以找人民麻煩 還要休假 這什麼政府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 我再繼續 謝謝 是 這個我們的政府 可以不可以沒事 又想了垃圾要給你穿的這個點子 他說是為了公平 其實那個垃圾袋本來就要錢 對不對 它就有五公斤 幾公斤 事實上 基本上就有一個所謂公平原則 你要塞五公斤 把它塞到滿 這就是公平 你有錢的人 你五公斤袋你要放二十公克 你要丟你也沒有人理你 所以它本來就有這種所謂的公平的一個設計 那今天我不曉得它什麼理由 突然發生不公平了 是什麼原因 更重要它會增加多少成本 人力的成本要多少 講難聽的 把這些人的錢 把這些人的時間都不當作時間 我如果今天丟個十秒鐘 二十秒鐘我走人了 我為了蹭這個東西 我要三十分鐘在那邊排隊 我的時間不是錢嗎 他們太閒了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制度本身 這根本沒有成熟的情況下 就丟出來只是製造人民的困擾 而且坦白講你會看到地把人出來丟垃圾嗎 他排隊在那邊等那個垃圾車嗎 不會啊 是哪些 可能就是必須要靠自己 要自己來那邊等垃圾的人 或不住在大社區裡面 必須要等垃圾車的人 這些人就是誰 就是壽星階級或是中下階級的人 所以我們找這些麻煩 而且我要補充一句話就是 他這樣子強迫每一個人 都必須去先購買一個悠遊卡 因為你才能從悠遊卡當中付費 那為什麼要獨厚這一家悠遊卡 你拿現金不行嗎 對 我拿現金不行嗎 我一樣是付錢 而且現在連盛文 已經沒有在當悠遊卡的董事長 還要獨厚這一家公司 我是個人覺得 這違反了公平正義原則 我不能投幣嘛 對不對 而且悠遊卡是要預儲值的 你至少要儲值一百塊 所以悠遊卡公司將來 你會賺到翻過 我跟你講 你銀行還大 為什麼要悠遊卡 我要刷信用卡不可以嗎 我投銅板不可以嗎 我開支票不可以嗎 我拿一千塊給你找 兩千塊給你找不可以嗎 垃圾車都在刷卡去 最重要的是 這些都不是錢嗎 他有沒有想過 我跟你講 謝老師 想出這個政策 一定沒有在臺北倒過垃圾 你說把他當垃圾倒掉 還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如果真的實施 不要跟我搶 馬英九總統 以降所有部長級 通通打包成垃圾丟掉 錢我算我的 我買單 多少錢我都付 怎麼會有這種政策 你今天政府要垃圾減掉 我舉一個日本的例子 我去琉球玩的時候 當地人介紹一個機器 他可以把廚餘烘乾 體積變小 重量減輕 是 政府